李老师 今天我们的法律教学直播 我们今天的法律教学直播 主要题目是2020 那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呢 基本上我们常常发生说 半夜会不会有磨音穿脑 磨音穿脑 或者是说 我们有没有听说过 楼上半夜会发生震动 让你受到楼下很大的困扰 尤其是每个人做习时间不一样 有时候是晚上才回来 10点之后晚或者半夜才回来 所以这些搬动椅子的声音 有时候只是很简单是在用餐罢了 用餐罢了 所以这是因为生活做习 然后造成楼下呢 楼下会有什么想法呢 因为震动 而且是半夜所发生 尤其是10点所发生的震动 容易造成楼下的影响 因为做习度直接不一样 接下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臭豆腐不能太臭 还有我们讲的那个 羊肉炉可不可以太香 那这些有关于 这些不管是怎么去量测 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 不易量测的东西 尤其是它不是很固定的产生 很不是固定的产生 而且很不容易量测 也就是频率 频率不是很固定 而且又很难以量测的东西 而且你假如说纵使发生噪音 你可能没有超过噪音管制法里面的噪音标准 那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讲的问题 就是恶理 那这些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 谁是恶理 那到底谁是恶理 我们订定这个题目不是说要找出恶理是谁 或者是说谁是恶理的判断 其实中中谁是恶理 这些不易注意 我们讲说这些震动 还有噪音 还有臭豆腐太香 洋肉毒 臭豆腐太臭 洋肉太香 这些东西基本上有一个克性 除了太臭 太臭基本上依照他们食物太臭太香 是用把空气 环保单位把空气收集空气 回来用鼻子去鉴定 所以这个根本 食物上只是这样 连公家机关都是这样 所谓的 不科学 没有科学 但实际上只能这样做 因为太臭 太香就是这样 这是不宜量测 只用鼻子去鉴定 另外一个震动跟噪音 震动噪音会发生有个克性 都是说不易量测 对不对 很难去量测 还有什么 没有固定频率 所以这些东西 通常发生在这边 不易量测 没有频率的东西 怎么去找出谁是恶理 谁发出的 谁发出的震动 OK 楼上楼下 楼上楼下 是不是很清楚 是说楼上发出的震动 因为做型时间发送 很容易清楚 但是当噪音 尤其住在我们左村的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请问 他的招音是从的通风管 厕所的通风管 弄上去的 尤其是第四个抽烟 第四个恶灵状况就是抽烟 抽烟是怎样 在我家不会抽烟 但是在我家的厕所 客厅我不会抽 因为怕影响自己的小孩子 但是我假如在厕所抽烟 尤其是现在的公寓大厦 有分好多阶段 一般现在就有的公寓大厦 它是整个打开灯之后 那个抽风管就动 抽风系统就动 顺便你假如在厕所抽烟 顺便把烟味整个带到全 纵使我们假如说 我们住在五楼之一 二十八楼五楼之一 接下来往六楼之一 七楼之一八楼之一 整个都是烟味 是不是这样 现在但是新市的公寓大厦 没有这个问题 它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通常会发生 所谓的抽烟 至于在家里厕所抽烟 会抽上去就是现在常见的问题 除了是新市的公寓大厦 具有什么样 每一栋隔离 每一间隔离的 现在新市的公寓大厦有这种方式 但是旧市的公寓大厦 公寓大厦管理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实际后公寓大厦 是没这种设计的 所以现在 其实现在所谓的恶灵的东西 我们讲的恶灵的行为样态 行为样态就常见的是 第一个 噪音 第二个 震动 第三个 臭豆腐太香 太臭 臭豆腐太臭 羊肉炉太香 第四个就是仇烟 当然还有喧嚣之类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们主要是会讲 大约市长讲这四个 怎么去处理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回到的随事恶灵 那怎么去找出这个规则性是谁 我们刚才讲楼上楼下OK 但注意 你知道是楼上发生的 请问你怎么去证明注意 我们上次讲过 依照民事诉讼法277条原则性的规定 前段原则性的规定 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要负举证责任 那请问大家如何说举证震动 对不对 如何去举证 怎么去举证 或者是说就像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判决的话 比如我们依照我们公家家管理条例 广委会遇到这个噪音 只要有住户举报 跟你卷取 或者跟你反应 你要不要处理 要 所以广委会也涉及到这个收证的问题 我们就随事恶灵 重点是说有些是可能判断 但是依照民事诉讼法277条原则规定 你要负责举证 纵使你说我们是一般的区分所有权的 或一般的住户 或者所谓的利害关系人 广委会不处理的时候 我要依照公益大家管理条例 第59条列举事实跟证据 向主管机关举报的时候 请主管机关依照法律去处理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也列举事实跟证据 也是要 广委会取证也是涉及到说如何举证 怎么去证明说这个噪音 是谁发出的 也就是说这个谁是恶 噪音是谁又如何证明的问题 所以实物上 我们因为基于这些东西 恶音的这些所谓的很多东西 是不一两侧 而且频率不是很孤立 造成说我们在说证上造成很多困难 因为不一两侧 总之你噪音 这种噪音依照规定你可以要求怎样 环境 环保局 各地方政府的环保局 但是等你 等你环保局检举完成环保局来测 几乎十过境迁了 是不是十过境迁 而且有些噪音因为生活习惯或者是刻意的 都是半夜才产生 请问环保局公家机关公务员会跟你十点以后来测吗 这变成说很多这种不一两侧 喝的这种所谓的 所发出这种不一两侧 频率不固定 尤其都半夜的这种东西 你只能自行去收证 自行去收证 当然你说收证 其实收证的东西很多 像说噪音 你去网络查一下 噪音的如何去收噪音的工具很多 这个有关于技术方面 老师你自己去网络找就好 老师不做技术上的建议 这其实技术上在网络一找就好 所以我们今天是讲法律的部分 那至于说在法律上如何说证明 十五场会发生哪些修认 如何证明谁是恶灵 如何举证 在十五场我们翻到第二页 翻到这 在十五场我们看一下 来十五场看一下 我们十五场这个判决 我们看一下这个判决 有照到吗 有 依照我们一百零五年 一九三二 等于是说这判决来 来看一下 请助教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请照到民事裁定 我们一到最高法院 一百零五年度台上至一九三二号民事裁定 有没有看到 闻到在上面 那这个财地有一个课书 我们老师为了讲这堂课 要把案例实物放进去 课别找了好多判决 其中跟收政有关的 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判决 这个判决其中 我们看到我们判决往上拉 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这最后第几行 第一页的最后第六行 有没有看到 最后的第六行 然后大家写一个A 刮乎A 刮乎A 看一下刮乎A 那这个从这一段我们看 我列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不要写 我们写备夕上述人 杨某某 王某某 你民国一百零二年 十一月五号晚间六十旭 在上述人诸家前 注意 这是广委会的人员 杨某某 王某某是广委会的人员 可能是总干事 总干事或者委员 注意 杨某某 王某某是管理委员或总干事 注意 第一个他们去为了说证 在被上述人 解救说发生噪音的人 发生噪音的人 然后只是在噪音 发生噪音的住家前面的 住家前面的公共走廊处 所以第一个重点 这个判决重点 这两个人 既植物商 既植物商 他们要收集噪音 因为噪音是补义良策 频率没固定的 只要发生噪音才知道去收集 对不对 发生的时候才收集 所以他们第一个是在 在发生噪音那个人 住家前公共走廊 所以第一个他是在公共走廊 并不是进入他家里面 首先要强调的 而且是往其住家方向摄影之行为 虽令其心声不悦 虽令其心声不悦 南杨某某等两人 基于大楼管理委员会全者 进行大楼噪音来源自收政 南人与欲合理不一样之程度 所以第一个 这杨某某跟那个 是基于王某某 是基于管理委员会的全者 而且在什么样 公共走廊处 公共走廊处 往其住家方向摄影之行为 而且是进行大楼噪音来源的收政 注意 南人有合理必要 所以我们通常碰到 依照这个判决 我们重视是 管理委员 或者总干事 基于执政要去做噪音的收集 第一个会遇到一个 有没有合理必要 所以这个判决第一个 你要去收证 你要证明说你是合理必要 因为涉及到的隐私 涉及大法话会议解释 是709号解释的 所谓的个人隐私权 所谓个人资讯控制权的东西 所以涉及到个人隐私 所以你要去举证说 有没有合理必要 像这个案决 实务上我们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说 管委员既以职责 要处理 你自己公益大厦管理 才去职责 而且是在公共走廊处 往他的方向 竟没有尽力注入内 他买奖会被认为 依照这实务的判决 这个判决 会认为是合理必要 所以第一个 照应的收集 这种不良策 不依良策 频率 不固定的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想 噪音 如何收证 第一个 要遇到怎样 合理必要 不要超越 遇业合理必要的范围 你遇业的 这样就没有预约合理必要 第一个 就碰到的 合理必要 那接下来 我们请这位 画个B 因为这样 所以 上述人 就林小姐 我们看一下 这林小姐 林小姐就是认为她 侵害了个人隐私 这个林小姐 林小姐认为她 侵害了个人隐私 所以依据 明法195条 要求她 精神署害赔偿 这原由就是 因为她个人隐私 被侵害 认为她说 因为这样的受证 造成她 侵害她个人隐私 所以林小姐 就依照明法195条 要求她 精神署害赔偿 所以依照 这种本来的东西 所以才有这个 最高法案 这个探觉出来 所以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我们画下去 我们练一下 来 大家再看一下 请第二个 在下面 V V这边 V这边 有没有 来看一下V 在V说 且 这边 V这边 看一下 且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有没有 最后一行 写V V是涉及到说 林小姐 就是说 林小姐 最一审的冤告 今审的冤告 在告广尔会那两个人的时候 她依照明法195条 侵害她的隐私 去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时候 她可能涉及到说 对 刚才讲说明事诉讼法 第277条原则新规定 对自己有利的事实 要负起这责任 所以这个叛逆的东西 发现到说 除了你收证 针对噪音 或者是抽烟 或者是说 豆腐太臭 羊肉炉太香 或者是震动 这四种 不亦良策 频率 不固定这些东西的时候 除了管委会 在公寓大厦管委要去收证之外 或者是我们个人公寓室的楼下 因为楼上震动 发生的时候 要去收证的时候 要去收证的时候 这些是碰到低格 收证的合理必要 但是针对这个案子 你在楼上 因为震动 你要告她 告楼上 或者是这个案子 林小姐要告管委会 依照明法195条件 要告的时候 会涉及到说 277条 原则性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 270条原则性的规定 对自己有利的负举正责任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得出来 来 请助教看一下 B 且被上人无法证明 且上述人无法证明 被上述人 崔某某为杨某某等人 上开行为 只是遭遇人 及杨某某等两位拍摄的影像 有侵害其住家内部隐私之情形 有没有 所以第三个怎么样 没办法举证 因为他输在 无法阻在说 因为他只是在公共走囊拍 对他输掉 重点是你侵害我的隐私 要在我内部隐私 才涉及到个人隐私 所以 遇到大王会议解释 709号的解释 所以 他无法举证 他亲户在内部隐私 有没有 侵害其住家 侵害其住家 侵害其住家的内部隐私 有没有看到 而且又无法证明什么样 第三个C 我画下一个C 来 C 富 我们第三个重点 富 杨某某等两年 也无公开或不法侵害其有关隐相的情势 尚无不法可言 好 所以第三个这个判决当中 有三个重点 重点是 老师要讲的两个 这个判决 要讲的 跟大家提醒的是说 我们在处理这个 我刚才讲说 是处理随私二连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如何举证 举证你要去摄影 要拍照 那所以这种搜证 搜证 一定要搜证 但是搜证的时候 你要小心 到底这个搜证行为 有没有超过 侵害了人家的隐私 有没有所谓在合理必要的范围 那第二个 你再去告这个诉讼 有关于这种不义良策 或贫义不贵的事情 通常你要去搜证 因为涉及到民事诉讼法 227条 277条原则性规定 你要对自己有利的事实 付举证 你假如举证不出来 通常是举证之首在 所以会通常是败诉的 而且这个东西 通常这种案例 这种诉讼案子 这种案例 很难用民事诉讼法 277条但书的规定 所谓的依法律律的规定者 或依情形显示公平 做举证责任 转换减轻跟免除 是没办法的 这种案子是原则性 都是用在原则 对自己有利的事实 付举证责任 所以很难用但书举证责任 减轻免除跟转治 所以这常碰到的是 随事恶理来举证 证明随事的东西 随事发生的人 首先我们会碰到随事恶理 自己继续怎么去搜证 请各位去网络查 怎么去搜证 像说噪音有什么相关的物件 就是噪音怎么搜证 网络有相关的设备 去查一查就有 一定有 你就说噪音相关设备 噪音设备就很多 至于说震动也有 要怎么去细数上 怎么去搜集 有关于技术部分 网络查一查 或找公司 查完哪一家公司 就找问那个公司就好 这是技术的问题 我们这边技术的问题 还是问专业的 老师只是法律专业 不是技术专业 那第二个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这些 第二个我们要主讲的是说 这些不益良策的 所谓的不益良策的 也就是说第二主题 恶灵的行为样态 它的处理方式 我们今天因为恶灵的行为样态很多 例如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16条第16条第一项 就很多恶灵行为的样态 还有依照民法 民法793条也讲很多 民法793条讲到说 就是瓦斯 蒸气 臭气 烟气 热气 灰穴 喧嚣震动 其他相类似的 所以 其实恶灵行为 从民法793条 从民法793条 请助教拿得 从民法793条 就很多 所谓恶灵行为 但是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 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16条的规定 也很多恶灵的行为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法规 来 来 这个比较小字 来 但是我们找一下 我们的讲义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 在家不能抽冤这个 这个 这个是抽烟的 没关系 我们看这个 在第16条 我们就看到 到晚了 在第16条当中 我们看到第16条第一项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16条第一项 住户不得气意 任意气质垃圾 排放各种污染物 排放各种污染物 包含什么 太香 太臭 是不是污染物 还有我们的抽烟 算不算这个污染物 等一下会讲抽烟 还有恶臭物质 算不算恶臭物质 还有发生喧嚣震动其他 与此相类的行为 所以你会发现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16条第一项 跟民法793条有点像 但是这里是两个不同的法规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所谓恶臨的行为样态 实物上 发生了很多 不只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这四大类别 还有注意 其他相类似的行为 跟这种很类似的行为发生 那为什么会有说其他类似 因为法律的行为 我们人类的行为 人的行为会随着时代在演变 所以通常都会 法律最好的法律怎么规定 历史 前面都是历史 其他要有一个代沟规定 等于历史加上代沟 历史代表说这些行为 现在所发生的这些行为 生活已经发生了历史 历史 历史的历 案例的历 事是 表示的事 历史 然后有历史代表说有这些常态 但是我们法律东西 要随着时代演变也进 你假如说因为法律修正很难 尤其是公益大家管理条例 或民法要修正很难 要经过整理法院 还要讨论 有时候民法目前都修了十几年才修过 光是民法务前面几个条 就是讨论了很久 到最后修过 是十五年到二十年 所以一个法律的修正 有时候很难 所以你要法律 要马上修正很难 所以最好的法律 我们法律人就建议说 历史加上一个概括规定 以防以后新增的类型 而且历史 其他类似的行为 要依据类似的行为 历史的行为去解释 不能无限方法 要依照历史的东西去解释 所以才要做其他类似的行为 要依照历史的类型去解释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抽烟算不算是公益大家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的东西 假如有空的话 所以这些东西 厄离的行为让它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 还有公益大家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当中的历史 第十六条第一项的历史 还包含其他可能 公益大家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 后面所谓其他类似的行为 跟民法七百九十三条 其他类似的行为 所以这种恶灵的行为让它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 比较大家最近常发生的 第一个首先讲抽烟 抽烟怎么办 尤其是我们刚刚讲的 抽烟的行为 从旧公益 旧公益大厦 我们先讲说 每次我们在讲这四类的处理方式 我们会区分怎样 公益大厦管理 管理它实施后的公益大厦 跟公一般的公益分成两边 因为民依据不一样 一个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益大厦 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去处理 或者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去处理 但是假如说是公益 只能用到民法七百九十三条去处理 或者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所以是不一样的条文 所以我们现在生前讲抽烟 那这个案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家不能抽烟这个案例 这个实务上 在新闻一役1722 请我们听我们直播的人 回去去看 在家抽烟行不行 在家抽烟行不行 我的新闻一役 老师的新闻1722 里面有讲得很详细 讲得很详细 大家可以回去看 但是我们今天只讲比较简单的 依照这个图说 依照我们这个图说来对照一下 我已经把它弄成一个图说 比较好解释 依照个图例行为 这个图例很清楚 怎样 会问到几个问题 我们从左边看了出来 左边第一个 这个 其实这个 涉及到什么样 一个 他烟害的所谓的协会 抽烟人 抽烟人 喜欢抽烟人 抽烟人弄出了一个协会 叫做烟害人权协会 那烟害人权协会 基本上他主张怎样 公益大厦不能禁烟 他们有抽烟的人权 抽烟的人权 所以烟 烟权的协会 他们主张抽烟有人权 这个协会主张说抽烟是人权 所以你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应该是公益大厦 每个公益大厦不能召开区分所有人会议 用规约来怎样 禁烟 烟害人权学会是这样说的 注意再讲一次 烟害人权学会 特别主张说 你社区 你公益大厦的社区 你不能召开依法召集 依法召集 依法决议 透过区分所有人会议去决议 而且纳入规约 依规约来限制人家 限制住户抽烟 这是他们主张 但是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说 可以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 依法召集 依法决议 可以透过区分所有人会议去决议 而且纳入规约去禁止人 禁止住户抽烟 所以这两个利益就冲突了 到底哪个说得对 而且烟害防治法 烟权人会说 烟害防...它涉及到第一个法律 烟害防治法 他说烟害防治法是侵犬的 是违宪的 烟害防治法第17条是违宪的 有没有道理 第一个 第二个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23条有没有违宪 第一个 烟害防治法第17条有没有违宪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23条有没有违宪 也就是说 你假如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跟烟害防治法第17条 你禁止我们这些住屋抽烟 而且重点是在怎样 不是在公共区域抽烟 禁止在厕所抽烟 这个重点不是在公共设施抽烟 公共设施 只要在我们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划定一个公共设施 公共抽烟 抽烟区跟禁烟区 这个没有问题 但重点这个问题是说 可不可依据烟害防治法第17条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23条 以及透过公益大厦管理条例25条 依法招集 依法招集 依法决议 透过区分所有人会议决议 在规约里面禁止 在住户在厕所抽烟 可不可以的 不是在我们的共用部分 也不是在我们的共用部分 不是 重点是在厕所里面 个人的专有部分 重点是个人的专有部分 厕所 专有部分里面的厕所 可不可以依据区分所有人会去 纳入规约去禁人家 住户在自己的厕所抽烟里面 重点是这个争议在这边 好 他首先主张这是侵害人权 说 烟害防治法第17条是违限的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第23条是违限的 但到底有没有违限呢 答案是没有的 为什么 来我们首先看一下 烟害防治法第17条 我们看一下这个 烟害防治法我们在图搜上面有写 我们上面有写 其实重点 烟害防治法重点在一个 为什么他没有违限 注意哦 重点是 所谓的是 经所有人 负责人或管理人指定 注意重点在指定虚烟长丑 则继命 这个烟害防治法第17条是由谁指定的 有 所有人 负责人或管理人去指定 我是由你们自己去指定 是由土地所有权人 或者建屋所有权人 或者是说负责人 或者管理人去指定禁烟长丑 指定 所以 他跟所谓的宪法23条 宪法23条 规定 第一个要国家 国家基于公共公益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 可以限制 宪法所规定的 人民的基本 权利跟自由 再讲一次 宪法23条 规定说 国家可以基于公益原则 比例原则 跟法律保留原则 可以限制 是宪法所明定的 人民的基本权利跟自由 这个 抽烟是一个表义自由 抽烟行为是一个表义自由 所以也是 淹害协会 就淹权人权协会 讲说他是宪法表义 是人权没错 而且是所谓的宪法明定的 人民基本权利跟自由 当中的表义自由 抽烟嘛 是一个表义自由 说OK的 是人权 人民基本权利是表义自由 但是注意 冤害防治法 冤害防治法第17条的规定 是由所有人 负责人跟管理人去指定 并不是国家去限制你 对你的人民的财产权 跟你的人民的表制 你自己做什么限制 没有啊 是由你们自己所有人去指定 我国家没有介入你说 我要限制你剥夺 像说 剥夺你限制你人民产权 像说限制农居利 建壁利有吗 没有啊 我要求说或者是说 土地使用分居管事 要求你说 这是住一住二住三 商一商二商三 商业区第一商业区 第二商业区第三 第一住宅区 或者是三半五的区 或者有限制你做工业区 依照土地使用管制 设定你土地使用分区 那是国家才是依据 怎么样 都市计划法去限制你土地使用分区 对不对 或者依据我们所谓的 国土计划法 现在新的法律规定 叫国土计划法去限制你土地的使用管制 然后或者是国家基于建筑法去设计所谓的建筑使用管制 要求说你盖这个土地 你这建筑物只能当作什么样 像说防空避难空间 建筑停车空间 使用主杖就规定这样 你这个阳台只能做阳台做什么使用 再使用才规定 依照建筑法再使用才规定 这个叫做建筑管制 所以我们台湾的管制有土地使用管制跟建筑管制 这才是国家依据法律保留人的依据法律去限制人民财产权 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们山坡地 山坡地保育条例 依照山坡保育条例 超过30度以上的保育地 所谓的山坡地是不禁止开发的 这也是国家基于山坡地保育条例 限制人民的财产权 或者是我们的文化资产保护法规定 被指定为历史骨骑的部分 除了这骨骑要不能动之外 不能增之外 还要提出骨骑维护计划 而且这骨骑维护计划 你还要自己编钱去维修 所以这些都是 还是国家基于法律保留原则 去限制人民的财产权 或限制人民的表义制度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明明冤害防治法第十七号规定 是经所有的负责的管理的 自己去指定吸冤藏手 佛家有介入吗 没有 你自己指定 所以有违背 有违背 根本没有限制人民财产权 也没有限制人民的表义自由 何来违宪 没有啊 根本连限制人民的表义自由 住户的表义自由 跟住户的财产 根本没有限制 国家都没有依照 憲法二十三号去限制 何而违宪之说 违宪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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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防治法第十七号规定很清楚 是所有人负责人 或管理人去指定吸冤藏手 所以针对老师的分析 文章里面的分析 还有现在的分析 其实没有违宪 所以 抽菸人权协会的理事长讲的是 是不是现在理事长 我不知道 依照法令文章是之前 行为史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 好 是理事长 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 首先要声明 是不是不是限任的 当时的新闻十四出来的时候 好 既然是这样 那我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我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二十三条 我依法召集 依照公益大厦二十五条到二十八 依法召集 然后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依法决议 照该七分所有人会议 纳入规约 是指定吸烟长所有错吗 我指定说你在 个别专业的部分 厕所不能抽菸 可不可以这样 注意喔 戀爱防治法并没有违宪 然后公益大厦管理二十三条二十四条 我付给你怎样 七分所有权人 可以依法召集 依法决议 纳入规约 指定吸烟长所 对不对 所以可以喔 没有违反宪法二十三条 宪法二十三条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既然说没有违宪 但是注意 我们通常你有指定 专有部分的厕所 是不是确实是造成人家财产权 你侵害人家财产权 但不是国家侵害人民财产权 是规约侵害人民财产权 所以重点不一样喔 不是国家依照宪法二十三条去侵害人民的财产权 然后用规约去侵害住户的财产权 不是国家侵以宪法二十三条去侵害 或者是说违宪 不是 是 重点是 七分所有权人会招牌 依照规约去侵害人民的财产权 住户的财产权 重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宪 很可怜的地方 我们所谓的规约 并不是大法官会议释宪的课题 大法官会议释宪的课题 是包含判例 法律 法规命令 解释函 但是规约不是大法官会释宪的课题 所以你用规约去释宪 对不起 纵使终结判决也不是试宪的课题 不受理 懂吗 规约不是大法官会议释宪的课题 目前 现在当然有大法庭制 但是你还是不是试宪的课题 所以 很可怜 那怎么办 就是 规约的内容 注意 就是我们第一章 我们当时主播 我们当时直播的第一个 大家回去看是 规约内容显示公平之救济 我当时在1月5号 1月5号在同个地方 这个巴黎的7-11 有法律直播 现在每次就是归约内容显示公平的救济 有讲到很完整的 所以当人民的 人民的财产权 人民的表义自由 人民的各种人民基本权利 尤其是常常发生财产权 你人民的财产权被规约 被规约 透过七分手有钱 会纳入规约 侵害你的人民的财产权 对不起 你是因为规约不是事件课题 所以你不能提出大法庭会议解释 只能依据我规约内容显示公平 所主张的 你假如是规约内容显示公平 请你预计民法799之一第三项 民法799之一第三项去救济 当规约内容显示公平的时候 请你在民法799之一第三项 在你法定期间三个月内 去提醒撤销规约内容 至于说你假如认为区分所有人会议 他的召集程序 或者区分所有人会议解议 有问题 违法或者召开程序 区分所有人会议的召开程序 违法公益大厦所谓的依法召集 依法解议 请你用类推适用民法56条第一项 第二项去救济 所以这个怎么救济 在我们最早1月5号的直播 规约内容显示公平制救济 有完整的讲 所以在这边我们不重复 这样懂哈 这是所谓规约内容显示公平的救济 但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 假如公益大厦这种东西抽烟的部分 我们已经经过规约 注意 接下来要讲说 我已经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已经依法召集 依法决议 纳入规约 说再撤手禁烟 假如说有这个实力产生了 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 但是真的有这个实力产生了 有再重复一次 真的有下面的实力产生了 实际例子产生了 就是这个实力就是说 某个公益大厦 已经依法召集 依法决议 纳入规约 他规约的内容是说 在撤个人的专有部分 个人专有在撤手已经禁烟了 怎么办 而且某个人 已经超过三个月没有救济了 实物上因为规约 不是大宝王会议事件的课题 所以不能依据大宝王会议器 申请事件 那怎么办 接下来就是只能依照 民法799之一第三项 规约内容显示公民要三个月 当你超过三个月就死案了 虽然违宪 但实物上 既以法治序的安定性 既以民法799之一 这个规约是违宪但是有效的 很滑稽的现象 但是事实上我们台湾就是这样 注意违宪可能违宪但有效的 你怎么办 接下来只能说 你再重新召开区分所有人会议 修正会议 只有这一图 但是执行上还是有实物上困难 谁开门让你去检举 我在测试抽 没有那是举证的问题 接下来是举证的问题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要我们现在谈的是说 在法律层面可不可以做 怎么究竟 你讲的是举证的问题 那个是不能先 我们上过老师的法律课 不管是农数学长的学生 令狐色大 还有寿司班的我的指导学生 或者是我 我现在只指导寿司班 还有我们大学成绩配偶教 还有演讲的学生 不管我们经过老师教学的东西 要注意差异性 不能互为一谈 这个是在讲法律的层面 可不可以 怎么去救济 自己举证 就是我们刚刚来讲说 第一个已经有讲举证问题 你要怎么去举证 那是举证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本来就举证困难 那食物厂有没有举证成功 有啊 食物厂举证成功 法院判决赢了也有啊 不是没有啊 这个在这个东西 我们开始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有举证成功 再抽冤这个我们有个判例 我们看一下 就有啊 食物厂 看一下这边第几页 来 第五次三第三页 后面 第五次三来看一下 请各位回去看 最后一行 台湾新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数字 第183号判决 这个判决就是食物告语的 噪音的部分 所以食物厂 这个判决 大家回去看 清清楚楚就告语了 不是没有抽证成功 看你怎么抽证 所以 这个你不能说人家没有 食物厂这个判决 讲的清清楚就告语了 大家可以去看 去找 新闻仪役1722 这边是 新闻仪役都是老师写的文章 大家回去看 这个最后 五次三那个有举例的 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 新北地方法院的判决 实物上有判决 不是没有 也收证成功了 就看你收证的部分 要看你耐心 然后房购老 我们回过头讲 我们回过头讲 假如说归有效怎么办 就有效 只能重新去修正规约 那回过头讲 那 假如这个规约 假如说真的通过了 而且是没有救济的 超过三个月 这规约有没有 虽然是有违限 但是是有效的 这个一个很 但是有效的话 依照 既然纳入规约 请募广委会 要不要依照 区分所有 而且要不要执行 要执行啊 所以执行变成说 你自己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判决来看 你自己要广委会 要不要依照这个判决去收证 那是广委会的问题 只是说收证的时候 你要合理必要 要合理必要 那是收证的问题 对不对 你怎么去收证的问题 你有够厉害 就像我们刚才 新北地方法院一样 人家说收证得到 看你有没有耐心 其实这个问题 书在说收证 你有没有耐心 你真的有没有去耐心去收集 重点是在耐心 没有任何法门 工具很多 网络很多 绝对可以有工具 重点是你有没有去耐心 你受被害人 你就要有耐心 不要反 你假如反的话 不去收 找适当的工具 你又反 而又不想收集 注意 你的权力随心保护 肥傻人 没有人会为你去保障 你跟广委会觉醒 也觉得不见得 他会收证成功 而且人家会怕被妨害秘密 就像说在三楼震动 请问怎么收证 半夜当然是住户自己去收证 被害人自己收证 你自己不去收证 你怪谁 老师这边讲法律 你自己去找你收证 不要问说老师讲那么多 都没有用收证困难 不是老师的问题 是你个人的问题 OK 职务场清北地方法院就举证成功 人家很有耐心 重点举证 收证 你不要跟老师讲一堆 重点你回去自己要想办法收证 你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要说有权利有救济 是法律的制度 老师这边公益服务跟你免费教学 重点是跟你讲法律救济管道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自己收证自己要负责 OK 不要说你自己要保障自己的权利 我们每次在讲法律 今天我们设到各种 学生问公益 或问完就说 那收证好困难 或者是说法律救济跟你讲那么多 结果你就说和谐 那你干嘛来问老师 所以很多东西尽量 你收证要请自己负责 不要问老师说 收证 其实收证很简单 重点是耐心 你找适当的过程耐心 震动你每天就是 可不可以设立一个固定战斗计 你知不知道三楼的时候震动哪时候震动 他做行时间都十点以后回来 你就放个固定去找专家学者放个固定 十点到半夜 適应的固定监测器 专门监测震动可不可以 是你也不用去啊 就是被害人要注意 而且管委会会帮你楼下 半夜谁管你 总监事会半夜帮你收语这个 尤其震动占经半夜的时候 这是被害人要想办法 对不对 像这个噪音 管委会这个噪音还被告是有心 这个管委会还是蛮有心的 但实际上半夜都是注意要去收证比较多 而且有时候是噪音是楼上传在 反而在楼下听得很清楚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收证还是要回到自己被害人 才是真的 这是有关于收证 但是假如说你 收证完之后报给管委会 接下来是属于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公益大厦抽烟这个部分 或者是噪音这部分 那我们会涉及到说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有规也有规定 有人压力说抽烟 不能在厕所抽烟 或者我们回到不要讲抽烟 我们讲说噪音 依到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你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只是公益大厦 噪音是不行 喧嚣 我们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36条第一项 我们是不能各种排放物 我们看一下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16条第一项 住户不得任意 低气质垃圾 排放各种污染物 恶臭物质 发生喧嚣震动 及其他类似的行为 噪音算不算喧嚣 刚才我们讲的噪 震动式吧 你搬椅子 三星半夜在四楼 搬椅子 扣扣扣会不会生意 或者是故意放怎么样 有些紫衣机震动 会不会震动 有些故意一些仪器 会固定放出一些震动 只要放在地下 就会有震动 有些恶灵才故意 楼上楼下 丢东西 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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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动 所以楼上楼下的震动很正常 尤其公益大厦 或者一般的公益 楼上楼下是发生震动式 或者是修缮 一直敲敲 叮叮叮叮 是会震动 除了噪音之外 所以不管是噪音震动 或者说我们的抽烟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十六条第一项 还有我们在一般公益 明法七百九十下 寒色的法 所以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假如发生在这些 或者是豆腐菜菜 或者是养露乓乓乓乓乓 这四个所谓的恶灵行为的处理方式 我们区分两者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十字后的公益大厦 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 跟第十六条第五项 还有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 四十七条 四十八条 四十九条 这些条文去处理 所以这四种行为怎么去处理呢 你假如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十字后的公益大厦 就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 还有第十六条第五项 还有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 四十七条 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去处理 所以怎么去处理 公益大厦管理发政 除了收政 不要再讲收政 收政是你被害人自己的行为 或者是说广稳会的权责 和义务权责 那接下来 那假如说 依照发生这些十六条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是一个禁止行为 那一个法规 法规命令 除了禁止行为 一定有它的法律效果 所以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 是它的禁止行为 但是它的法律效果呢 再来在第十六条第五项 第十六条第五项 讲说 住户违反 第十六条第五项说 住户违反前世项规定 管理委员会或管理 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 予以制止或按规约处理 前段 第十六条第十 文章里面有 我们就直接讲 也就是说 第十六条第一项 是说禁止这些行为 它是一个禁止行为 但是在十六条第五项 就讲说法律效果 所以这在法律上 叫做不完全条文 不完全的条文 意思是说有禁止 但是它的效果是在北条 所以你要去看 所以它的法律效果 首先第一个法律效果 十六条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的是禁止行为 它的法律效果 首先第一条是在 第十六条第五项 第五项的法律效果 是在前段 要由管理委员会或管理负责人 要制止 第二个效果 制止不遵从者 制止不遵从者 才由管理委员会或管理人 报请主管区专去主理 所以第一个法律效果 只要发生这个东西 你住户跟管理委员会报告 厉害关系的气氛有更暖 管理委员会要怎么办 就像你要去搜证 主理程序 这些你就要搜证 那搜证的依照判决 要合理必要 不要侵害人家个人隐私権 要合理必要 不要侵害隐私権 那接下来 发生搜证完之后 你要去制止 对不对 像诏音这些东西 你要不要去制止 所以管理委员会有一个法律 第一要去制止 在制止不遵从的时候 你才能报给主管区专去 所以管理委员会接后 这个专举的时候 首先要收证 要在合理必要去收证 第二个你要依照公益大校管理条例 所以收证确实是这个有噪音的事实 有噪音的事 有震动的事实 有违反公益大校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说 类似后代播的类似行为 有符合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 第一个要去收证 合理必要的时候 第二个要怎样 去制止 第三个制止不遵从者 才报给主管机关去处理 那中间这种中心 什么叫制止不遵从 或者是中间 管委会在处理事情 不是说用法律直接处理就可以解决 有时候要考量注意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基本上在多数暴力少数暴力 老师是认为有财产减保障观点的介入 有平等原则比喻原则的适用 尤其最高法院判决 其有十七年 所谓的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引用老师的一线 有比例原则的适用 所以我们在比例原则 有没有想过 怎么去探讨 我们制止不遵从 但是为了管委会的和谐 社区的和谐 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加上 考量说比例原则的 中间比例原则适用 例如说我可不可以第一次 怎么样 依照比例原则 损害最小原则 我用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手段 来达到这个目的 首先我怎样 依照最小损害原则 我首先用口头告知 他在不改善 我用公告或个别通知 他在不行的时候用存证信号 接下来才是暴行主管机关处理 符合比例原则 又符合维系社区的安全 是不是可以说在中间 制止的过程当中 加入比例原则 当经过这个比例原则 损害最小原则 各种手段都采取完之后 我们再来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16条第5项 送给主管机关去处理 可不可以这样呢 其实上可以 因为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是团体协约 规约也是团体协约 是具有怎样 宪法 平等原则 比例原则的适用 所以在这边 你依据这边来处理是可以的 在法律上是说得通的 并没有违法 所以 但是假如说这个处理机制 这个处理机制 老师所建议的说 把比例原则 纳入怎样 尤其比例原则中的损害最小原则 纳入怎样 制止不遵从送给主管机关的前置作业 纳入这个东西 最好经过区分所有人去决议纳入归约 这样反而注意 把这些处理机制比较完整完备一点 但是你假如说不纳入 不入纳入归约 或者是不经过区分所有人决议 也有种好处比较弹性 因为你假如把这种损害最小原则的一些臭施 我老师刚才建议的臭施 纳入归约区分所有人 你就不弹性 但是你假如说 不纳入归约就比较弹性 所以要不要纳入归约 看个人的考量 跟各社区的考量 我都尊重 老师这边只提供法律意见 都可以考量 然后接下来法律效果 那假如说历害关系人 就是所谓的区分所有人跟住户 还有相关的历害关系人 假如说 管委会跟管委会反映 管委会不处理 不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不依据管理条例去收证 合理必要的收证 也不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五项去制止 或者是不依据自止不遵从者 去送你主管机关 那你这些历害反应人怎么办 住户或者区分所有人怎么办 有一个条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规定 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 第五十九条规定 这些住户区分所有人 这些历害关系人 可以列举事实跟证据 直接向主管机关 我只要是住户 我只要区分所有人 这些历害关系人 我就可以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我们看一下还有 假如说 你这些管理委员 或管委会相关的医管管理 不执行怎么办 无正当理由 不执行我们的区分所有人决议或规约 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里面有规定说 未执行 第四款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 第四款 管理负责人 主任委员 或管理委员 注意 管理负责人 主任委员 无正当理由 未执行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五款到第十二款 守定职务的 显然影响住户权益者 主管机关可以罚怎样 可以限阿改善 并罚一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而且可以连续罚支 借其不改善则可以罚支 而可以限其改善 所以 无论委员 管理负责人 跟所谓的权责的管理人 也会被依照公益大厦 注意 我经过区分所有人的决议 纳入规约 是不是所谓的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三十六条第一项 共安委会应该执行 怎样 区分所有人的决议 第一款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三十一条第一款 是讲说要 管理会的法定职责要执行区分所有人的决议 所以我经过纳入规约 经过透过区分所有人决议 纳入规约 是不是要执行 结果没有执行 没有正当的影响诸乎权利 那你主任委员管理负责的 还有有没有要被罚款 所以 主任委员管理负责人 管理负责人跟管理有权责人 没有说没有责任 还有被罚款 然后真的很多事情依照位置就有刑事背信 累积多了就有刑事背信责任 所以不要以为没有责任 然后最下来 因为我们也到八点半 八点半 我们讲说 那真的都不处理 怎么办 那就是有公益大厦当中有所谓的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22条当中的20条款 20条款 就很有名的20条款 这20条款当中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使用20条款 使用20条款公益大厦 我们看一下公益大厦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边 我们20条款不用太急 新闻1亿 20条款不用太急 这一篇 20条款 新闻1亿多少不知道 大家回去查一下 20条款不用太急 其中我们在 第1亿这边 在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22条 有一个叫20条款 20条款 是这样讲的 跟我们这个案例 20条款有关的 住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管理负责人或管委会 促勤其改善 于三个认为 其三个月认为改善者 管理负责人 得依区分首领会议决议 肃勤法院强制及签议 就是所谓的20条款 其中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22条跟23条 其中22条 首先就是20条款 第22条我再念一次 住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由管理负责人或管理委员会 促勤其改善 那第二个 于三个认为改善者 管理委员会 可以依照区分首领会议之决议 第三个 肃勤法院强制及签议 也就是说 我最终的法律效果 经过怎么样的 第一个 我先促勤你改善 我管委员会 你住户有下列行为者 我们等一下会讲下列行为 住户有下列行为者 第一个动作 要经过三个步骤 你才能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 32条去强制他签议 第一个 要促勤其改善 定相当期间促勤其改善 第二个 当他定相当期间不改善的时候 再三个月嘛 他定相当期间就是三个月嘛 三个月能没有改善 我管委员会 第三个期间向你要改善 你三个月还不改善 达到第二个要件 第三个要经过区分首领决议 所以要强制你签议 强制你签议 所以管委员会要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 22条第一项要求他怎样 法院强制签议要符合第一个 要促勤其改善 第二个要他这个注要三个月内会改善 第三个 管委会要依照区分首领决议 才能肅请法院强制你签议 那哪三个要件 其中我们看到第三款 其他违反法律后 规约请结重大者 所以第三款 其他违反法令后 规约请结重大者 所以我们这个 这种不义良策的 刚才抽烟的行为 或者噪音的行为 注意 其他违反法令 注意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十六条第一项 或者民法七百九十三条 这是不是其他法令 不是公益大厦 何况这个法案怎么样 公益大厦你看 第一个 所以 其他违反法令及规约 就是意思说 基欠第一款 基欠第一款 基欠本条例 规定应分担的费用 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 经依四十九条 第一项第一款 第一项以后 除了任不改善者 所以 他这是违反四十八条 是不是 这案子 我们是不是讲说 公益大厦第十六条第一项 那是不是 等 变成说 是用公益大厦管理条 第十六条第五项 那实际上 扶管机关罚到 是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四十八条 四十七条到四十九条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 是不是 最多常用的是符合 第三款 其他违反法令 或规约情节 重大的 至少符合第三款 那 可不可以用这一条 是不是可以用 我们讲的这一条 去经过三个步骤 一定要要求这三个动作 同时符合一动 符合这三个要件 管理负责人 跟管理委员 才能预计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一项 是强制去驱离 那强制去驱离 不行的时候怎么办 可以依据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二十二条后面 第二项后面的规定 强制去拍卖 还可以最后还可以拍卖 强制驱离不行的话 就可以依据后面的规定去拍卖 请各位回去 因为时间来不及 请各位回去看 除了强制驱离 所以最后可以强制去拍卖 申请法院 以至强制执行法去拍卖 所以这个二零条款 不能乱用 要符合这个三个要件 而且可以注意 可以强制去驱离 还可以强制去拍卖 请各位回去看 公益大厦管理条例二十二条 所以其实针对这个东西很好用 接下来剩下十分钟 我们再讲十二分钟 至于说这是公益大厦管理条例 针对这种二零四级的处理方式 但是回过头讲 那一般的公益 我们现在回过头讲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赶快进入公益的部分 公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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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所谓的 依照明法 主要是依照明法相邻关系当中的 明法七百九十三条 七百九十三条 第一条依照明法七百九十三条 第二个依照明法 第一个甲 可以去明法一百九十五条 所以公益之间的 而且不一定是公益 一般的公益 正使是隔壁的相邻土地 很隔很隔隔壁的 隔壁的隔壁都可以用 隔壁的土地 隔壁的建筑物都可以用 不一定要相邻 依照明法一百九十五条 跟明法七百九十三条 不一定要相邻 懂吗 而且公益大家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箱 也不一定要相邻 只要受到噪音的影响都有 不一定要以相邻 隔壁不算 縱使很远 抽菸抽到 不一定要以相邻為限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东西 不是以相邻 一定以相邻为要件 这个相邻不是必要的 所以首先 那我们在公益事 回过头讲 公益事明法一百九十五条 可以用第一个 明法一百九十五条 所谓的其他人格法义被侵害 其他人格权 人格法义被侵害 其中明法一百九十条 就可以要求精神蠢害悲伤 然后他最有名的判例叫做 九十二年最高法院九十二年 台上至第一百六十四号判例 我们有这个有看 这个判例主要内容是说 不一定要像噪音 不一定要超过噪音管制法的标准 不一定要超过噪音的管制标准 只要这个判例最有名常用的 最高法院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台上至第一百六十四号判例 其中有一句话 如超越出一般人社会生长 社会生活守人容忍之噪音 只要超过一般人容忍的范围 就过着侵害人格法义 纵使明法一百九十十 一百九十十条 没有力士的部分 也侵害了其他人格法义 人格权 例如这个判例是讲噪音 噪音超过一般通常的社会 社会生活习惯所容忍的范围 不是以噪音有没有超过噪音管制法的标准 噪音也一样 豆腐太臭也一样 超过社会生活一般人所容忍的范围 或者是震动超过一般人身后社会生活所容忍的范围 不是超过噪音标准 也不是说依照环境空性污染法说你这个鼻子纹一纹太臭 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超过社会生活一般人所容忍的范围 这个过程可以用明法195条 要求今神所化赔偿 只要符合什么 其他人格法义情节重大者 都可以依照明法195条 92年台上第160条判例 主张你请求相当金额的赔偿 就是明法195条 那除了这个之外 依照明法790条 793条 依照明法793条 明法793条 刚才讲说 瓦斯、蒸气、臭气、烟气 让他看一下 热气、灰穴、喧嚣、震动或其他相类似者 都不可以侵入 那但是注意 他明法793条 课书的地方是怎样 他有一个诞书 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形状 地方情况相当者不再实现 然后 明法793条 是属于明法184条第二项 所谓的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 所以 你依据 可以第二个 可以依据明法184条第二项 所谓的违法保护他人之法律 侵害他的权利者 加上明法793条 你假如是土地的话 要用明法184条第二项 以及明法793条去主张你的权利 因为是明法793条 就是明法184条第二项 所谓的保护他人的法律 那但是假如说你是建物守有权人呢 或者是建物利用人 或工作利用人 还是承租人 或者是所谓的地上权人 这些只要这些依据怎样 明法800条之一 可以法律规定可以准用明法793条 所以你假如是建物利用人 乘租人也可以用明法800条之一 准用明法793 还有用到明法184条去用 那除了这些明法条文之外 公益的跟公益大厦管理还是公益 可以还用到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 所以讲到这边 有关于细节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有关于细节的部分 请大家回去参考 用场也不用去 最好去买这一本 老师的诅咒宣布 买不到有电子书 有第一册跟第二册 还有我们写很多文章 在达方法利网很多电子书 有关房地产的电子书都可以用 去买电子书也可以 或者是说 你直接打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就好 打20加阳春节 关键字就是阳春节 然后加上说震动 你查震动这个阳春节 抽烟阳春节 意思说关键字加上阳春节 你就会查到老师的文章 老师的文章从以前写到这边 八万多篇都有 很多新闻译到处网路流传老师的文章 所以只要查Google一下 後面加个阳春节 前面加个也不要扣格就查得到 你要省钱的方式 但是你假如不省钱的方式 请买这本书 这本书已经没有书本 但有电子书 武南出版的书全 导播一下 真的没办法 你要来听课 请你下学期去报 内务社区大学 纠纷杜绝攻略2 我们下学期 3月初开课 我们的课都是星期六早上 也不会影响到上班时间 除了少数人 星期六固定在那边上八九年 快九年了 叫做纠真杜绝攻略2 专门讲下学期专门讲 公寓大厦都市更新 还有买卖租任 还有其他依照学生需求 杜绝九分 例如像上学期上文 你假如继承 新的案例我会讲 使用借贷人会讲 各种共有物我们也会补充 所以下学期比第一学期还热烈 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报名 快满了 请各位赶快去报名 然后粉丝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 到此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到此